你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些管理的問題 想用足球的一個人物 那個人物就是施朗拿道 施朗拿道上年最後在萬聯覺得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和領隊有些爭執 他又不覺得他打的位置是好 又不喜歡領隊不派他踢整場 接著在場的表現 很多他們的形態動作 是表現得到 即是你要交球給他去射入 接著別人交不到球給他 就是一些有少少的馬怨 終於去到爆發 一個訪問就數臭領隊 最多後就換來解僱 現在就要去中東那裡踢球 如果看回很多職場 尤其是有些做銷售那些 也都會是這樣 即是當他銷售很好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整間公司 都是靠他去支撐一間公司 不會聽老闆或者老闆怎麼說 公司始終是公司 不僅只有他一個人 成事等同一個球隊 你要整十一個人一起 齊心才能踢球 如果你是這麼個人主義的時候 其實最最後公司都會像萬聯一樣 會把他趕走 因為有些人當他很自我中心的時候 會做到很多事情 會令到身邊的同事 感覺會很難受 雖然他曾經有很多很封石的業績 但是不足以去建立一個公司的文化 令到每一個員工都有表現 這次證明了 萬聯當他沒有了這個球員以後 就越打越好 打到最近現在上到聯賽的第二位 這些大家都猜不到 其實他最好的出路就是應該做一個 叫做輔助新人 不介意最多出場幾分鐘 去發揮他的餘熱在球隊裏面 到退下來的時候 放一場很風風光光的退役賽事 我覺得是一個很有體面的下台 今天想說的從斯里昂那道去看公司管理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